露奇亚的出现让医护非常震惊 而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人上来后直接就是一顿削 还在恋词的配合下 一把薅着死神状态的自己 跑到了有虚出现的地方 没有丝毫犹豫 露奇亚一脚就把医护踹了下去 她想让医护跟对面的虚好好打一架 但医护受到了虚白的影响 竟盈盈有些手足无措 露奇亚一眼看穿了医护的顾虑 直接告诉她 其实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管是担心体内虚的存在 还是害怕同伴们会再受伤 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变强 听到这话医护愣住了 不消片刻 她心中的纠结烟消云散 灵力也喷勇而出 轻轻松松就把对面的虚干掉了 之后医护和露奇亚找到了直击 医护别别妞妞说不出心里的话 露奇亚便直接给她按头道歉 见此情景直击松了一口气 她明白医护这是终于想通了 与此同时 教室里一脚因为别人叫秃子 立刻就抱走了 岂无不知所以然 阴差阳错下跟她正面硬刚 差点没被一脚剁成肉末山鱼糕 好家伙 这也是得亏乱局及时出手 还祭出了八千流的名义 不然一脚还真是差点就手认了自己的小舅子 紧接着 医护两人前脚进家门 面子四人后脚就抱开她房间里的电灯 实实然进入了家载 还告诉她 所谓破面就是摘除假面 同时得到了虚与死神力量的虚集团 虽然至今为止数量极少 且都是半成品 但是通过和持有崩域的蓝染接触 完成体的破面便会诞生 本来施魂界是想静观其变 直到蓝染启示后再行动 毕竟他们一下少了三位队长 还都变成了敌人 后面又经历了魂兽事件 实力那是非常的疲乏 但人算不如天算啊 这个时候 完成体破面竟提前完成 还被送到了县市 所以施魂界那边就紧急选拔了一批志愿者 路奇亚等人也遵从山本总队长的命令 来到了县市 呃好吧 说实话 这其实是个旅游观光团 路奇亚因为最了解一户 所以被选上 练次因为跟路奇亚关系最近 所以被选上 而一角又因为深受练次信赖 所以被选上 至于公亲 难道一角来了 他能不跟上 听到有热闹可看 乱军能不跟上 而既然乱军无论如何都要来 小白又怎能不跟上 作为队长率领小队呢 所以说 没错 这就是一张妥妥的关系网啊 而他们就是传说中的 托家带口队 突然 小白从窗口处闪亮登场 还直接点名 医护这是被蓝染盯上了 而且 破面虽然是虚摘掉面具形成的 但普通的虚这么做 根本就不足为患 所以蓝染选定的目标 必定是大虚以上 没错 其实大虚之中 存在着三个阶级 第一种 吉利安 数量很多 且拥有相同姿态 也就是医护得到死神力量后 不久从县市区走的那种杂兵 第二种 亚丘卡斯 比吉利安的智能高 战斗力也是其数倍 属于负责统领众多吉利安的存在 第三种 瓦史托德 最上级的大虚 数量很少 据说在虚圈全领域也寥寥无几 但战斗力却在队长之上 总的来说 如果蓝染手下有十具瓦史托德 失魂界就算玩完了 而蓝染那边 好吧 具体情况虽然不明确 可小巫和雅米一回来 蓝染就是一句 话音一落 小巫直接就把自己眼珠子抠了下来 还立刻捏碎 整了拨硬核过目 就这样短短一瞬间 蓝染他们便明白了 小巫和雅米两人所经历的一切 小巫指出 当初蓝染给的命令是 若会妨碍我等则杀 他所戒备的并不是现在的一户 而是一户的成长率 可是一户的潜力虽大 但也有着不相称的不安定度 所以小巫觉得 就算他们放任不管 一户也很有可能自取灭亡 或者成为他们的棋子 也正是因此 自己才没有击杀一户 听到这儿 一旁的格利姆乔发话了 他觉得小巫过于温吞 要是一户的成长超越了小巫的预期 还反过来对付他们 便会后患无穷 一时间格利姆乔和小巫争持不下 最后还是蓝染一锤定音 支持了小巫的决策 气得格利姆乔那是一愣一愣的 另一边为了解决住宿问题 乱居开始色优医护了 又是解扣子又是掀裙子的 吓得医护一边无眼一边嚷嚷着 自己绝不会屈服于这种诱惑 随后乱居打算去知己家借宿 小白选择跟上 而一脚公亲也转身离开 虽然他们俩并没有什么落脚之地 练次准备去找浦源 陆琪亚则打算留宿医护家 毕竟他连理由都编好了 妥妥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可怜 直接就把疑心游子感动得眼泪狂飙 但是好家伙 瞅瞅这个男人吧 这演技 你以为陆琪亚是影帝 其实真正的影帝是疑心哪 晚上起无注意到 天上飞过了一只奇怪怪兽 他有行风圈 但又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乱居也很快得到了知己的同意 成功入主知己家 还顺势洗了个澡 弄得小白只能坐在屋顶上看月亮 浴缸里乱居看出了知己有心事 还直接就发问了 知己起初还假装没什么 后面便支支吾吾说起了自己的小情绪 其实白天的时候 看见路西亚带着医护来道歉 医护也恢复成了往日的状态 知己是非常开心的 但与此同时 心里头也萌生出了一股子难过 路西亚是那么厉害 一下就能让医护打起精神 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还忍不住想要嫉妒她 对比之下实在是有些卑鄙 可是她明明也很喜欢路西亚啊 所以现在 知己是又不解又觉得自己不应该 心里头完全乱糟糟 听到这儿 乱局忍不住走出来 给了知己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直接开始狂挠知己的痒 就这样 不知怎的 乱局一把将知己按在了地上 还告诉她 不管是知己还是路西亚 只要维持现状就行了 是的 在乱局看来 医护还是个无法靠自己立足的小鬼 而对现在的她来说 不管是知己还是路西亚 都非常需要 所以吃醋有什么好丢脸的呢 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准备理解 但是这点就已经很好了 此话一出 知己抱着乱局就哭了起来 而这视角 不得不说 真是简直了 另一边 空座室的天上 突然出现了异象 一群破面进入了家载 为首正是对小巫决策 非常不满的格利姆乔 而紧接着 因为感受到了不少强烈的灵压 跟小巫的报告出入很大 格利姆乔立刻就让众人 一同打开了探查神经 不消片刻 便锁定了11个位置 这让格利姆乔愈发确定 自己的决策才是正确的 失魂界的援军已经赶来 而小巫在一开始 就应该直接把任务目标 统统干掉 所以他下令 凡是有一点点灵压的家伙 都全部干掉 以免夜长梦有多 很快 随着破面门的行动 医护等人纷纷发现了不对劲 而看着破面门的行动轨迹 陆奇亚瞬间明白了 事情的严重性 显然 对方是想把所有有灵压的人 全部赶尽杀绝 目前来说 知己周围有小白和乱局 所以是比较安全的 而茶度那儿就不行了 有一具破面正在朝那赶去 这个时候 一角已经化作死神 按耐不住想要行动了 而小白和乱局 也摆出了迎战的阵势 知己则在下面 帮忙守护乱局的一孩 小白的对手是破面十一 名叫骁龙 这家伙一直到自己对面 站着的是十番队队长 便兴奋地觉得 自己抽中了上上千 画面一转 茶度也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而一发现自己的手能动了 周围还有异常灵压 他便立刻中断治疗 打算出门迎敌 但猝不及防的 茶度一出去 就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说实实那时快 要不是医护及时出现 抓住了对面那个破面的手 茶度那时必死无疑 为了保护茶度 医护立刻就让他退下 听到这话 茶度备受伤害 甚至都没能注意到 中途赶来的路奇亚 好家伙 所以说 医护的背后 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支援了吗 自己已经不能再和医护 并肩作战了吗 茶度的心里顿时百感交集 见此情景 路奇亚也问医护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又或者医护对茶度说了什么话 话音一落 路奇亚无语了 默默叹了口气 就让医护赶紧退下 此话一出 医护震了个大惊 而路奇亚则吞下一颗一魂丸 变身成为了死神 她告诉医护 医护给自己施加了太多压力 在正式战斗前这样 会丢掉本不该丢掉的性命 发现路奇亚已经恢复了死神的力量 一虎非常震惊 但能够恢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之前她无法获取力量 是普远给的异孩造成的 而一旦脱掉异孩 住在充满灵子的失魂界 自然而然的 路奇亚的灵力便会恢复 当然 本来路奇亚也不着急恢复灵力 但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为了失魂界和现实界 她只能挺身而出 呃 所以这就是你俩当着破面扯淡的原因 也就是主角光环摆在这儿了 人破面的脾气也比较好 不然你俩身上的破洞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原乖正传 看着医护迟迟不退下 路奇亚的遗骸直接扑了上来 其实这也是因为 恰比实在是憋不住了 身为路奇亚起初就想买的一魂丸 还差一点顶替魂 进入医护身体的主 她不要面子吗 不要戏份的吗 于是乎 恰比抓着医护的脑壳身子 便是一阵蹂躏 总而言之 她就是不想让医护顺理参战 而事情发展到这儿 对面的破面也终于忍不住了 立刻便朝着路奇亚发动了攻击